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絲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清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跟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療劑叫做大花仙人掌 大花仙人掌 那樣這種是大花仙人掌放到晚上才開的 存在大花仙人掌大花仙人掌 相信這個療劑應該對nic的颱勢 是一個主要的放 shopping喔 對很多情況的心臟的衰弱,或者心痛,是很好用的 它的主要症狀就是收縮,Constriction,收縮 好像有一個鐵扭帶固定,來收緊心臟,很大力地收緊的心臟 心臟就好像要出力擺脫固定的心臟 心臟痛,會阻臂麻木,這是一般心臟病的症狀 大花仙人掌影響的是整個身體 但重心的作用是在心和血液循環 可以這樣說,在這些充血性的症狀,它可以比美烏頭 烏頭是一個很強烈的爆炸的風暴的感覺 大花仙人掌影響的痛,亦都是很難受的 令人大叫起來,精神方面當然有一種情緒低落,恐慌 很快就快死了,還有很多情況在心臟病發的時候 那種心境就快死了,這種感覺 很多症狀都是晚上比較差的,因為這個療劑是晚上開花的 很多時候都是心臟藥,以及動物血管足讓硬化 在1898年7月,有一份同類療法的刊物 叫做Homelopathic World同類療法的世界 曾經記載了一宗個案 Homelopathic World同類療法,是一個人的動物 就是太陽穴的動物,Temporal artery很腫脹 和很硬的,很硬的 用了療劑,幾天之後就完全康復了 通常這位Sneder,用低分能的,去處理太陽穴的動物 是腫脹和很硬的,這個症狀 通常的症狀都是,橫甲膜很尖痛 還有好像有的東西固住,固住橫甲膜 還有有些時候消化不良,都有這種症狀 如果這個情況,其實都可以用這個療劑 有一宗個案,關於心皎痛 是用Cactus30C,大花仙人像30C的分能 是醫好的,當時主要的關鍵症狀 就是感覺好像有一大群的黃蜂 是由胸部的地方走入心臟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症狀 當時有一個療劑,就用這個療劑去醫治 另外一位個案是Charlter Charlter是一個很著名的同學療化醫生 他記載一個個案,這個個案很重要 他說是很嚴重的寒冷,一個人很冷 尤其是11點早上,口渴,頭痛,但身體熱 身體熱,通常就說,當身體熱的時候 就會口渴和呼吸吸冷 但有時候身體熱是完全沒有汗 記住,主要的症狀是很寒冷 尤其是11點鐘 Charlter就用這個療劑去醫治當時的症狀 即是說,很多時候 在心臟病發,症狀是很多元化的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大花仙人像,當然重要的症狀 就是一種收縮的心臟,好像被人擠著 一種收縮的主要症狀 那這個感覺呢 這是一個重要的心臟療劑 主要的症狀就是收縮的痛 就好像被人擠牙膏 擠它擠出來 在同的療法裏面,當然那種心痛的症狀 有很多症狀的症狀 其中一種是赤金草 赤金草 赤金草 Spigeria 赤金草這個症狀 就好像一把很宵熱的刀 插在心臟裡 不斷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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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這種痛呢 當然也有一種射痛 在手臂上 在我遇到這些心臟病發 通常是很緊急的 有時候可能未必有機會 是問到精確的症狀 所以通常我們就有兩種療劑 如果你是什麼資料都不足夠的時候 至少希望身邊在家裡避到兩種療劑 第一種是黑寡虎蜘蛛 Electrodectus 這是一個黑寡虎蜘蛛 另外一種是今次介紹的 大花仙人像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家裡 如果有家族性的心臟病 或者覺得自己有機會有心臟病發 隨身帶著這兩種療劑 有時候你出去打球 打籃球也好 什麼運動也好 你覺得自己身體的狀態 不太好 我覺得能夠將療劑 上臂在身邊 是可以救命的 可以這樣說 黑寡虎蜘蛛 是一個經常用在心臟病發的療劑 大花仙人像也是其中一個 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大花仙人像通常是壓迫感 心胸壓迫感 這是很重要的 還有有時候喉嚨也很緊 有時候我們還會發現 這種壓迫感可能出現在子宮方面 子宮好像有一種收縮的感覺 在握著它收縮 其實這個療劑也可以用在這方面的情況 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面部的神經痛 而感覺上 面部的神經痛 好像有些人在收縮 在它收縮 在它掌握著它 這種感覺 這方面也可融繫 在面部的神經痛 當然 Spigeria 尺根草 也是一個主要的面部神經痛 尤其是左邊 而大花仙人像通常 在面部來說 通常是右邊 心臟是左邊 心臟是左邊 但大花仙人像 在面部神經痛 是可以說 是經向於右邊這方面的情況 有時候有些人在面部神經痛 有些人在面部神經痛 有些人在面部神經痛 有些人喜歡照鏡 看看有沒有變形 好 那麼這兩個是 赤金草 是左邊的面部神經痛 而大花仙人像是右邊的神經痛 還有一個療劑 就是毒嬰傘 Agericus 當你面部有抽縮的症狀 好 還有一個情況 可能是子宮 子宮都有一種收縮 有一種枯緊的感覺 所以大花之仁真的可以用在这方面 基本上是多方面的心脏症状 包括心反的问题,心反漏 导致那种收感和气速 他觉得好像不能呼吸 当然心脏也有一种murmur 有些执音、心跳或血压高或低 这也是心脏心反的问题 最重要是看到一种收紧的感觉 在精神状态方面 大花仙人像有些精神状态好像心 心是一个主要的疗剂 通常心的精神状态怕死 自己就快死 这种感觉 很多时候心脏病的病人 如果有过去的病情病历 有大花仙人像的症状 我们在急救时 我会用30C 或者是200C 分能更高 但如果一个病人 曾经有这种心脏病 已经在吃心脏病毒 BetaBlocker 血水丸 血压药等 我们也可以用Cactus 这个低分能 作为一种保抑加强心脏 如果我们遇到头痛 也是一种收紧的痛 好像头痛有一个崩带来固实 这个也是大花仙人像的症状 如果神经痛是固住肋骨 不是心脏 而是肋骨的方面 只有一种收紧的痛 都可以考虑用尿剂 很多情况 我们会感觉心胸好像很异 很重 好像伦的都是 是否有很多症状 就好像心胸就有一些 压住它 记住 也可以考虑 试一试用尿剂 主要是一个好像收紧的情况 好 大花仙人像在同楼法里面 是有很多的个案 很多的经历 希望大家可以適当 试得应用Cactus grandifoliis 大花星人像的尿剂 查详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